上岳5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之后 开始采集月球土壤样本和封装 按计划明天的凌晨会完成采样 各奥主义 我是北京 卓少傅和铁 卓勿月亮 上岳5号星期二晚成功在月球正面 最大月海的风暴阳区域软着陆 并传媒多张着陆区域的立体图片 见到上岳5号降落在较平坦的位置 着陆上星期组合体之后伸出转具 转取月球土壤 并移机械被在月球表面取起土壤 放到真空物封装之中 防止样本带回地球期间被大气污染 航天科技集团说 上岳5号一连两日进行采样工作 目标是采集两公斤土壤样本 两秒左右的延迟 因此我们可以基于实施图像 进行状态的建设判读和分析等 前观的工作 研究人员利用AR矿增实景技术 将上岳5号实时传回地球的数据 在北京航天城重建月面地形 协助月球样本采集 按计划上岳5号完成采样之后 搭载月球土壤的上升气会垂直由月球发射 同在大概200公里环月轨道上的 轨道返回气交回对接 再将月球土壤转移到返回气 返回气再以半弹度跳跃式返回地球 任务完成之后 中国将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 第三个取得月球样本的国家 无线电视机在吴维音波道